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带动之下 那我国很多的原材料价格自去年开始呢也跟着上扬 经济部长拉斐兹上个礼拜就说 其实市场上的原材料已经降价了 是饮食业者不愿意跟着调低价格 所以如今的这个食物的涨幅呢是成本涨幅的三倍 因此他就呼吁民众呢要杯葛这些高价贩卖食物的业者 那拉斐兹的这番言论一出马上就引起饮食业者的反弹 有业者是表示确实有原材料的价格是下降了 但只是一部分而已而且幅度不多 相反的有些原材料起价政府是视而不见 抨击拉斐兹呢应该要走入民间了解实际情况 而不是发表这种离地的言论 原材料的价格到底是降还是涨 我们现在就跟着八点最热报记者叶小慧被回函的镜头 到访吉隆坡大城堡商圈听听饮食业者怎么说 针对经济部长拉斐兹表示 市场上的原材料价格已经调降 是餐饮业者不愿降价这件事 记者走访吉隆坡大城堡一带 向当地业者了解详情 但话都还没问完 业者就纷纷摇头 大喊原材料价格不止没有降 甚至在农丽新年期间还涨价 我们用的东西暂时还没有降价了 刚好之前是靠近过年的时候东西 只会起价不会降价 现在的价钱根本上没有下过 还在那边占住那个 因为如果原材料一直在占我们的价钱 卖那个价钱不可能再压下来 压下来的话我们就亏本了 原材料价格居高补下 受访的业者表示 他们也只能跪来跪卖 才能维持生意的日常运作 不过他们强调食品的价格涨幅不会太大 以免吓走客人 对于在外用餐的开销增加 有民众是深有所感 尤其是农丽新年期间 更是难免钱包大出血 有啊有啊 过一个新年有起价 比方说有些是七八块的 一下子就起到十块这样子 经济面也是 好像那天我去很久那边买 其实是快半到两块的 一起到起到三块 而且是过送的 还没有新年前就涨了 过年后不懂会不会跌下来 我也不知道 也没有怎样涨啊 就是像以前这样子咯 就是过年会贵多一点点罢了 但是过了 那过年那几天啊 也是normal normal这样子咯 通货膨胀迟迟不降温 连带食物也涨涨涨 拉斐兹早前呼吁民众 背革那些不愿意降价的雪寺 不过受访的民众和业者则认为 食物涨价不能全贯雪寺 只要涨幅不夸张 食物品质好 相信民众还是愿意为了 三餐温饱而买单的 不是一间吗 哪里都是一样的吗 也是要吃的咯 其实我是赞成部长这样子啦 但是来源货很贵 所以商家没办法一定要卖贵 如果没有起到这样离谱 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起到很离谱 又没有给单我们看 就不对路咯 一个人消费得起的话 他只要东西好吃 他就不管你卖得多贵 他也是会去吃 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人会觉得贵 不好吃的东西你再便宜 消费者也是觉得会很贵 你这种原因是他呢 你这种原因是没有 有这个原因是